好的 所以刚才舞工程舞团示范了两个不同的表演 第一支我们是不是没有放任何音乐 然后我们就凭借舞者自己本身的节奏 然后呢 很多个刚才大家站一个横排有没有 然后大家呢 在同一个节奏上 然后用自己的双脚跳出属于自己的节奏 所以呢 这在我们的美式踢踏舞里面 我们会形容它是一种 没有音乐形式的表演方式 所以呢 在这个阿卡佩拉里面呢 我们每个舞者呢 要非常的专心 要非常的认真 才能够那个节拍 那个节奏才能够不跑掉 然后呢 我们大家全部的舞者都踩着同样的节拍 然后一起完成一场精彩的表演 那刚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舞者穿的踢踏鞋有一点点不一样 跟我脚下这双踢踏鞋有一点不一样 大家有发现吗 有 有什么不一样呢 没有发现吗 前面有铁片不同颜色 还有吗 有一块铁片 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女舞者们穿的是高跟鞋 对的 有很好 有同学有发现 那我们穿的高跟鞋下面啊 即使我们的踢踏鞋的根很高 有没有 但是那个小小的根下面也是有一颗小小的铁片哦 所以每一双踢踏鞋都会有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的脚吗 看得到我的铁片吗 每一双踢踏鞋都会是有前脚掌的铁片 和后脚掌这两块铁片 所以只有两块铁片 但是我们可以啪啪啪啪啪 发出很多的声音 那没关系 等一下在接下来的表演中呢 我也会跟大家一颗一颗的去分析 诶 这些声音到底是怎么发出来的 所以请大家拭目以待 好 所以刚才讲到这个踢踏舞没有音乐的表演 舞者们要非常的专心 非常的focus在自己的节奏里面 但是呢 同时又要非常的微笑带给观众 所以舞者们非常辛苦 他在表演的场地呢 会要做很多的事情 要要顾及我的拍子 然后要跳出我的节奏 然后还要把微笑以及最好的表演带给观众看 这是没有音乐的踢踏舞 好 那接下来 有音乐的踢踏舞 刚才我是不是有讲到说 诶 这个有音乐的踢踏舞里面 不管你要放什么音乐都可以 所以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会很喜欢 比方说韩国的K-pop的一些 你喜欢的女团的流行歌 所以那些音乐也可以跳踢踏舞 或者是日本动漫的音乐 你有特别喜欢什么的主题曲 你也可以用那音乐跳踢踏舞 任何音乐都可以在里面加入节奏 加入表演成为美式踢踏舞的表演的 非常一个重要的因素 这样子 好 那因为武功常舞团 是台湾在地的美式踢踏舞团 那接下来的表演呢 我们要用中文歌来诠释这个 美式踢踏舞团 好 那讲中文歌其实有点不太对 我等一下会放中文歌 还有台语歌 还有一首是最近最近流行的音乐 所以你们等一下一边看表演的同时呢 你们也可以一边打开耳朵听 诶 这首歌好像在哪里听过 它是老歌吗 它是台语歌吗 所以就是除了认真看之外呢 也可以认真听 然后猜猜看这个歌曲是什么名字 好的 那我就话不多说 我要直接请我的武功常舞者 来做下一段表演咯 一样 我要借由各位观众的掌声 让我们欢迎接下来武功常舞团 带来的精彩表演 谢谢 谢谢 谢谢